你們算是新一代的父母的教養方式 透過影片就是去傳達跟分享 但是在每一個家庭裡面 都會面臨到你們的教養方式 跟你們的長輩的教養方式是可能不一樣 對 你們有去發生過這些 不管是摩擦也好 火花也好 這個他很有經驗 對 你是先面對的是婆媳問題 才是教養問題嗎 也有啦 因為老一輩的觀念跟現在真的不太一樣 因為老一輩以前沒有Google嘛 但是我現在都會就是 我們都會有Google就是整理資料 然後跟婆婆說 婆婆你看現在資料不是這樣 然後婆婆就真的喔 這樣就不太會管我們了 對 但是你知道做意見領袖 你們可能出來 意見領袖 好重喔 意見領袖 對 可能有些粉絲看了之後 他反而會把他遇到的困惑 來求助於你們 你們會怎麼給這些建議 很多 還滿多 有什麼特殊的案例嗎 比方說我小孩一直看電視 應該要怎麼辦 或者是說我的小孩子 他怎麼樣都失控的時候 都講不聽要怎麼安撫他 或者是說我現在跟我婆婆住在一起 我每天都會覺得好厭世 還有婚姻的問題啊 說我跟我先生快要讓我離婚了 請問你們怎麼相處的 所以不只是親子這麼單純 很多很多 家庭的各個面向 都會遇到 還有小朋友留說 你們都一直帶星星出去玩 好好我爸媽都不帶我出去玩 其實還有小朋友自己親自來回 你還成為小朋友情緒的出口 你們有回應那個小朋友嗎 有啊 我們就說 有 我就跟他聊天 我說你趕快跟你爸爸媽媽說 他們什麼時候有空 對啊 他們說你把影片給你爸爸媽媽看一下 搞不好他們就想要帶你出去玩 我想要當你們的小孩 領養我 這個也有收到 很多 沒有領養 他說我想要當 我說我想要當星星 對 我想要當星星 就很可愛 各種各樣 但是你知道 就是你們 我覺得你們也承載的另外一種壓力 是你們必須不斷的進修 才可以給更多新的資訊 給所有的這些觀眾 那你怎麼樣的 在這忙碌的當中 又要顧小孩 又要拍片 還有音樂 還要發專輯 還要MV 你怎麼樣去吸收新的知識 其實就是跟我們的生活經驗相關 譬如說他遇到他要電尿部的問題 或遇到他要現在要抽幼兒 幼兒園的問題 就是也是我們遇到的問題 那也會是同樣其他父母遇到的問題 我們就做功課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非常會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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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是要推薦給爸媽說 哪些關鍵字打了會比較容易 或是方向 可是重點是 你Google到的 別人的經驗不見得是你自己 沒錯 所以很多時候你必須要夫妻要一起討論這件事情 對 就像我Google到了10個可能的方向或方式 我們一定會討論一個最適合我們 就是他很會收集資料 但收集資料完之後 我們就要開始去分析說 OK 那這樣子的話 什麼是最適合我們自己的 我跟你講 因為我覺得解決問題的背後 還有很多關係的建立 所以不能夠你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 很多時候需要有智慧 我覺得這對夫妻他們的感情順暢到 就是應該很多現在在看的老公跟老婆會覺得說 奇怪我們的婚姻怎麼不是這樣 人家都可以 就是一個負責Google 一個負責分析 然後探得出來 我們怎麼在第一關就卡關了 那在你們吵架的時候是誰先低頭 這就是 我們不太吵架 我啦 怎麼會講說不一樣的答案呢 我剛剛有聽錯嗎 一個說 沒有 這兩個不衝突啊 我們不太吵架 但吵的時候我先低頭 不管什麼都先低頭 對 所以在這段關係當中 即便是我太太 已經很清楚了 對 即便我太太 錯在先 她 對 她很不理性或怎麼樣 我還是會先低頭